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杨阳每次拍戏都撰绯闻,王楚然连续三天同住,被质疑在丁岗。 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播出后,杨阳和王楚然一直都备受关注,各种消息都会引发网友讨论。 8月9日,有媒体曝光两人出入同一住处的视频,再次引发热议。 狗子拍到王楚然中午离开别墅室酒店,跟助理乘车前往片场开工,直到晚上返回休息。 没一会儿杨阳也回到该别墅区。 过了两天,王楚然早上6点就赶去开工。 在他离开4小时后,杨阳从另一个门走出,小跑着钻进车厢。 杨阳和王楚然早就撰过绯闻,这次又被拍到入住同一酒店,两人之间的绯闻消息也更加坐实。 王楚然前后一共待了最少三天时间,有网友立刻联想到此前杨阳拍一部戏就撰一次绯闻的事。 由网友吐槽王楚然这事在丁岗。 据悉,目前杨阳正在跟金晨合作新古装戏,还没有传出绯闻。 其实杨阳每次进组拍摄新剧,没多久就会有和剧的女主角传出绯闻,和王楚然也是如此。 当时被目击同游马尔代夫,各种细节都能对应上,除此之外两人其他行程也高度重合。 有网友总结下来,发现两人有一两个月的活动都全部重叠。 但其实除了和王楚然闹出绯闻之外,杨阳前后还跟李沁、宋希、张天爱、赵露丝、乔欣传出过恋爱的消息。 杨阳的赞姐也曾发过微博爱特这几位。 细数下来,除了没有和乔欣合作过之外,和其他几个女明星都拍过剧,也难怪网友说她拍一部戏传一次绯闻了。 杨阳这六次绯闻,唯一承认的女友是李沁,杨阳和李沁两人因拍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相识。 两人当初都还是青涩的模样,因为各种亲密合照曝光,两人面对镜头也实质紧扣。 这对CP也成了不少人心里的白月光。 紧接着,杨阳和张天爱接连合作了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和《舞动乾坤》,两人的绯闻也是逐步升级。 拍摄期间就有现场两人亲密互动的路透,还曾被扒穿同一件衣服。 甚至还有爆料说是杨阳追的张天爱,可最终这段绯闻还是以杨阳采访否认告终。 杨阳和宋西之间更是因为绯闻消息闹得有些不好看,两人在合作简正其缘后。 宋西签约贾世凯公司,和杨阳成为了同事。 因为被拍到数次出入女方住所彻夜未离。 所以网友们也猜测杨阳和宋西在一起了。 被撰飞文后,杨阳发文疑似回应,身怀宝藏,总会遇见一些恶狼。 随后宋西直接在机场霸气发文,本人目前单身,谢绝炒作,谢绝倒贴。 不要把别人的善良和沉默当成你肆无忌惮欺负人的筹码。 昔日传出飞文的两人,最终还是不欢而散。 杨阳和乔欣的飞文始于一张背影图,由网友拍到两人疑似在伦敦逛超市的照片。 各种同款直接被扒,随着乔欣微博小号意外曝光,诠释各种恋爱宣言,也逐渐让网友相信二人的恋情。 尽管各种细节都对上,但杨阳和乔欣经纪人还是对这段恋情持否认态度。 从这时候开始,杨阳每次曝光飞文消息都会被潮,已经不止一次和女明星传出恋情。 但次次都不承认还隐身,放任舆论发酵,可以说因为几次绯闻,杨阳的路人员全部败光。 尽管如此,之后杨阳还是和赵路斯被拍到现场互动暧昧。 还有网友曾爆料称,赵路斯和杨阳已经交往,两人在三亚酒店吃饭,双方家人也在场。 不过直到最后,杨阳芳也并没有发布澄清,只是赵路斯官方澄清微博,发了两个字单身进行辟谣。 前前后后一共和六个女生传出过绯闻,而每一段都几乎没有承认,难怪王楚然会如此上心警惕。 目前杨阳和王楚然这对依旧没正式官宣,被拍这么多次男方还没表态。 女生会没安全感也能理解,还是希望两人早日对恋情做出一个回应吧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